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罗云熙新剧终于来了 二搭白鹿 化身断情绝爱魔神 陈都灵反派待赶 要说这几年影视剧市场的流量密码 古装剧可以说战半壁江山 苍蓝绝梦华路接连引爆全网 收视成绩亮眼 不过 开年一部狂飙横空出世 让行真题材剧率先出圈 古装剧则显得有些暗淡 话虽如此 最近的热播剧《星落宁成堂》 作为相秘的续集 总算赢回不少热度 剧中的两姐妹外貌相同性格迥异 阴差阳错互换姻缘 啼笑皆非但也歪打正着 成就良缘的爆笑爱情故事 收获了不少好评 接下来 还有好几部重磅古装剧去世待发 流量热度颜值方方面面都在线 为播鲜火的大热古装剧 有杨子的长相思 赵丽允的宇凤行 陈晓的云香传等 超强阵容 你在今年播出 每一部都看点十足 堪称神仙打架 估计今年的现象及爆款剧将在其中诞生 在新洛宁成堂热播之际 又一部制作精良的奇幻古装剧 应粉丝的期待即将要来了 该剧叫长月尽名 该剧改编自小说黑月光拿稳 B1剧本 故事讲述女主回到过去 为了阻止天生绝情的男主黑化 以身殉道改写了命运 而失去爱人的男主 为了找回女主 命悬一线被救后终与女主重逢 两人感情渐深的同时 男主的身世被揭破 引发了各界非议和抢夺 天意弄人 相爱的男女主 在重重危机面前历经考核 最终携手克服了危机 作为该剧男主 罗云熙在剧中饰演的角色 是神魔但抬进 他生无情思 从未流过眼泪 也是个断情绝爱的角色 在离苏苏的感化之下 二人见生情愫 但也开启了一段痴缠月恋 罗云熙可以说是仙侠剧里的男神 扛靶子了香蜜里的润玉 是不少观众心中的一男评 他虽是反派 但却是深情难二 在剧中展现了霸道 深情 城府腹黑的一面 出圈之后 罗云熙资源大好 但却较少接触古装剧 此次也是继2020年的 月上中火后的 又一股装角色 而且也是较为罕见的 挑战高冷腹黑男人设 十分令人期待 女主白露和罗云熙 这次属于二搭 两人的甜蜜CP氛围 从办事蜜糖办事商延续至今 让粉丝被感期待 白露这几年的路人缘不错 90后小花里颜值能打演技再现 特别是在现象及爆款 古偶剧周生如故里 白露温婉大气且不失俏皮的古装扮相 很是圈粉 而他在剧中封神的哭戏也令人印象深刻 此次白露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黎苏苏 他为了挽救被淡台进统治的世界 回到了500年前 化身夜西雾 不料却成为了淡台进的妻子 两人也在相处过程中 渐渐爱上对方 恋情经历千锤百恋 除了白露和罗云熙之外 该剧的另一个亮点应该是陈都灵了 参演的近几部古装扮相一次比一次惊艳 特别贴合本人温婉灵动的神仙气质 此次在《长月静明》中的角色反差感也很强 她是剧中的夜冰上 给人清丽淡雅的出尘绝艳之感 但却面填心黑 不得不说 一直给观众女神形象的陈都灵 此次饰演反派 让人莫名期待 这部古偶男神女神云集 粉丝们都已经坐不住了 该剧预计三月中下旬播出 对此 大家期待吗 我们下期待